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直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市民的声音是最动人的乐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要带大家来听听在地的声音 为您邀请到两位知性又美丽的一座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基隆市中正区市议员吕美玲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吕美玲 美玲姐好 第二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郑凯凌 主持人好 美玲姐好 大家好 朋友大家好 我是凯凌 郑凯凌 凯凌姐好 要带大家来看 基隆市政府近年 最近就在力推 这个友善行人的政策 要带大家来看 是根据警察局的资料显示 3月1号到现在 取缔了禁签件 禁签件哦 对 这个路口不理让行人的 违规案件 而且他们预计在9月底前 会完成科技执法 到时候就由科技来进行 取缔违规事件 我们来看 基隆市长谢国梁出席自安汇报 听取警察局执行 显友善专案报告 本局取缔 汽机车不停让行人 既有832件 分别是汽车234件 机车598件 行人违规为100件 合计932件 另检视统计期间 行人交往事故发生81件 较去年同期 114件 比较减少了33件 下降幅度达28.9% 初步已见成效 先友善政策将在3月1日起 全面取缔违规 而警察局今年获得 装部补助 建制车辆 为里让行人科技执法设备 预计在今年9月底完成建制 未来测进 建制科技执法系统 本市爱三路人一路口 及人二路口 位于本市的市中心 临近庙口 动案商场 二性循环站 及海洋广场 行人穿越到来往 人潮频繁 为本市未停让行人 依照式的入口热点 本局在112年 征取交通部 辅助建制车辆 为里让行人的科技执法设备 相关的计划 已经获得交通部审核同意 全额补助新台币300万元成 预计于今年的9月30日前 可以建制完成 2月13号就是儿童开学 上个礼拜一 所以我们也配合教育处 跟富裕队 在我们全市的41个小学 我们责定交通比较复杂 学生比较多的 23处实施不同专案 就是早上的7点到8点 下午就是4点到5点 如果礼拜三是12点到13点 这一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 也利用这一个不同专案 给宣导这些学生们 向下扎根 一定要比让心 这一部分的请各局处 特别是教育处 都给我们配合跟宣导 而推动行人友善城市 市长谢国梁强调 这是一项投资 希望吸引更多游客 来到金融观光 个人未来非常期待 在很快不久的将来 基隆就可以成为 台湾最友善的一个路口 跟最友善的一个道路的城市 那我认为 我们只要达到了这个状态 对我们吸引国内 及国际的观光 对我们吸引大人 家长带的小朋友 来基隆玩吃 享受城市 跟周末的生活 一定会有很大的注意 所以我才会用投资来形容 我们把我们这个路口友善 行人友善的业务做得好 相信就是对我们 改善城市最大的投资 谢国梁也感谢 警察局各单位同仁 全力协助 相信不久将来 民众会养成习惯 让金融成为 对行人最友善的城市 真的是很努力在执行 这个行人友善的政策 不过最近就有网红在说 他到现场来看就发现 根本就没有很彻底的在执行 那时候就引发热议 但是换过头来 有人也说 哪有 我就被开了好几张两千块 就是很两极话 我不聊了两位异作 我们先请教美玲姐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在想 如果你曾经被开过单 就会觉得执法非常的严格 如果你是曾经 有礼浪过这个车子先行的行人 你就会觉得 没有啊 我也是都怕车来给我撞了 所以实际上 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 目前来讲 这个友善行人 绝大部分 我听到的执法者的声音是说 实际上非常多的老人家 还有一些富佑 他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因为现在至少他们敢直接呢 不管是绿灯也好 或者绿灯右转左转的车辆也好 他们都敢直接走过去 因为以前呢 即使是绿灯 他们还要先看看车子会不会冲过来 但是呢 绝大部分的现在呢 他们绝对就会觉得说 我最大 所以只要是绿灯 或者绿灯还可以在 对方对象是这个红灯 右转或左转 他们还是要敢 还是会敢直接过马路 那这个现象呢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 友善行人的这个策略 政策 我觉得除了我们执法 开始已经要严格执法以外呢 我想不管是驾驶人也好 行人也好 我们的习惯都必须要有所微调 所谓的微调就是 在道路上面 其实通常都会有一个静止的指标 也就是说静停的指标 也就是我过 我这个过 只要有人行道的地方 我都会有一个静止的标线 所以实际上我本来就应该先停下来 然后不管尤其是我要右转 我要里让左转的车子 所以我一定要先停下来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严格执法 所以大家的驾驶习惯就已经慢慢在忽略这个 即使在考驾照的时候有考到这一项 但是还是会忘记 甚至因为已经习惯没有里让了 所以这一条就没有记得 那路人也是一样 路人呢他会 他就是怕车子嘛 因为不管怎么样车子总是比我大 总是比我快 所以我只要看到车子我就会停下来 有些人他甚至是走到斑马线 他停下来让车子直接撞上去 因为他会害怕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子良好的一个交通的习惯的时候 我觉得会更友善 这个城市呢 会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城市 那这个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到目前为止呢 车子里让绝大部分是可以的 可是有些车子呢 他会觉得 路人在那边要走不走 我到底要不要过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是劝啊 我们的行人 走快一点 如果你要过的时候 你就给他真的要直直的过 你就不要在那边 手抵你知道 好像要过不过 其实对驾驶 汽车或机车的驾驶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他今天真的急了 他当然直接没有礼让你 他就直接过了 那他被开单 他就真的会埋怨你 他也会埋怨执法者 为什么他会说 行人在那边要过不过了 我敢我忙嘛 对我急嘛 那甚至我觉得他要让我 所以我就直接就过了 甚至呢 我曾经听过执法者讲说 有一个货车 他那行人站在那边 那行人只会那货车先走 货车就很听话的 他就先走了 结果被开单了 然后他说行人叫我走的 执法者讲说没有啊 对不对 你不能听行人的啊 所以这个这边的时候就说 这个观念大家要分享的清楚 如果绿灯就是绿灯 我就可以走 不管怎么样的话我就可以走 那我们的车子最好就离让 不要去听行人的 因为听行人不是执法者 被开单了 他也不会帮你付这个单 这个红单 所以一定要这样 那另外呢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怕会塞车 像说你从爱山路开过来 经过我们的邮政总局的时候 要右转 如果你有一个右转灯 但是因为行人陆陆续续 因为那毕竟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陆陆续续的时候 那个汽车机车想要右转的车 以前是可以 但是因为现在要离让 不行了怎么办 就变成这个车子就塞车了 所以有一些机车他就想说 趁着人比较少的时候 我赶快开过去 还是被开单 所以在这个路口 是不是就干脆你不要右转了 你就不要右转灯了 对 就把它关闭 那有一些的路口相同的也是这样 我觉得在经过这么一段的 这个执法的行为以后 当然我会觉得 对一些老人家来讲 富佑来讲是更为友善了 而且一些汽车他们也知道 我是为了不被开单 所以我就自动停下来 但是我希望未来几个月以后 大家是真正认真的知道 内事法律的规范 我在行人道上的时候 人行穿越到之前 我一定要先停下来 不管今天有没有行人 只要是红灯或者是 可以左右转的时候 我还是要先停下来 看一看有没有行人要走 如果真的有行人站在那里 不管他要不要走 拜托你就停下来 由你指挥叫行人赶快走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被开单 不然的话当你是游行人来指挥的时候 你就会被开单 我在国外的一个经验 是有一些国外 他们就是真的很乖 尤其是我在德国住过 他们就是这样 车子只要是人行道的地方 车子他一定会先里让行人 他远远就给你停下来 就算你还没走到 还没有走到这个路边 他看到你可能要过来 他就先停下来 那等你 那真的是习惯问题 他就真的是习惯 因为那边有一个停止线 他就是停下来了 所以呢 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也到过台北市 我发现台北市没有那么有山 所以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讲 我说在台北市因为没有这个政策 而且执法没有那么严格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看到车子要确定我们人身安全的时候 才可以走过 所以刚才看VCR的时候 市长有讲 他说希望九月以后科技执法了 我们基本成为最友善的城市 如果其他的县市没有跟进这样子严格执法 我现在想真的大家的习惯慢慢变好了 真的就会 基隆应该会成为很有善的城市 很多的人都很愿意到基隆来 因为他们知道 我行走在道路上是最安全的 真的是最安全的 因为我最近有碰到几个民众 他们跟我分享 他就说我们的那个人行道 不是画色绿色的 对对 然后在画白色的场景 然后就跟我分享 哇 觉得人家好好喔 早就应该要这么做了 因为我觉得走起来都特别的安心 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 我们要请教凯玲玉做了 碰到的情况又是什么 好 谢谢 因为市长在推动我们这个 全台行人最友善城市 这个推动的时候 我相信 应该是要建立这个认知的文化 我们入口减速 里浪行人 入口减速 里浪行人 其实财罚 我们罚款什么的 这只是刚开头 只是一种手段 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 连市长都不希望说 开红单跟市民来收钱 绝对不是 但是这是要一个认知 要从一个文化的认知 所以要从教育宣导 这样子慢慢的宣传出去 所以在这边我是建议说 如果可以成立专案小组 或者是专案的一个团体 让甚至我们各社团 都可以到各个重要路口去举牌来宣导 让说友善行人这件事情 能够真正的落实下去 所以像刚才主持人小军 刚才有在讲的 说重要路口跟学校路口 有画绿色的斑马线 说实在的绿标 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一项推动 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基隆多余 真的我现在不知道说 之前我有推动很多地方 都要用绿标人行道的时候 公务处跟相关单位都跟我建议说 因为下雨天容易滑 所以我就希望说这一次 我们县市长所做的这些东西 绿标的斑马线的系数能够高一点 能够真正的有防止 所以说不要让摩托车过去的时候 会滑倒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状况 所以刚才说的罚款 罚款真的是最不愿意做到的事情 真的只是因为一破千张都不行 真的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是离浪行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行人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像刚才美玲姐讲的 我车子已经要左转要右转了 碰到斑马线上面有行人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停 但是上班时间及上学时间 你知道吗 我一停下来后面是整排是塞车的 所以当我们每每在过马路的时候 看到我们行人有时候还这样子 慢慢的走过去的时候 我希望说我们的行人自己也要一个认知 我们车子离浪我们 但是我们必须要快速前进 快速通过马路 刚才美玲姐说德国 像日本就是非常的一个先进的一个 这个友善的一个国家 他是只要有行人在斑马线上面 他车子一直停停 从最前面的开端 等行人走通过以后 离开斑马线 他车子才会再继续前进 还要等他离开 对 等他离开 斑马线没有行人的时候 非常安全的时段的时候 他才会前进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国人必须学习的一个地方 这个可是我们行人自己要有一个认知 要快速通过 快速通过 而不是说边走边看 手机还在那边聊天 真的不是驾驶人没有耐心 而是后面真的是已经塞了长长的一条道路 所以这个部分是希望说我们行人 我们有善行人的时候 有浪行人的时候 我们行人也能够接受这样的离浪之外 我们也能够快速的能够通过斑马线的部分 所以除了说我们现在有绿标斑马线以外 很多地方没有设置斑马线的部分 以及甚至没有人行步道的部分 我也希望说我们市府也能够全面的来检视 是不是能够做标线型的指示标牌 对这样子让我们能够除了说过马路 其实很多地方没有这个设置人行道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来做标线型的人行步道 让我们行人能够走得更安全 我们的友善城市能够更落实 是真的就是要双管齐下 不管是从教育宣导或者是政策方面一起来执行 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城市更友善 那当然友善行人城市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市长谢国兰他也特别来推行这个棋楼进空 他是先选一个示范点就是我们的庙口 一块来推动市楼整洁 让逛街的民众国外国内的游客来到我们基隆 可以更舒适的来逛基隆 像我刚刚在走去再走回来 我就觉得整个街道是进空 感觉就很舒适 我相信观光客来走也会有这种舒适感 我觉得还不错啊 就不会很挤 然后大家撞来撞去这样 所以我觉得很棒 就是因为有时候人潮多的话 这边会很挤 那如果你有停车的话会更挤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很多这边游览车会下来 就是游客会下来这边走 那都会在这边集合 这边一定很多人 市政府正在庙口爱三路30号到72号 推动骑楼进空 让民众经过这段骑楼走起来感觉很舒适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到庙口这个示范点来宣导 呼吁店家和民众共同来支持 让基隆更好 我们请了交通处 然后爱区公所跟我们的环保局 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一段比较进空 我们现在把爱三路 就是庙口这一条路的 人寺路到人山路的这个阶段 就是从仁爱市场走到庙口这一段 我们属于庙口这一边的 我们希望把齐楼整个做一个管理跟进空 我们希望就是走在这一条这个庙口 这个观光夜市这边 基本上让大家觉得空间是宽广的 因为以前就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有些机车会停过来 那店家为了担心机车会停过来 他也把他的店面也摆出来 变成你摆机车我摆店面 然后大家就变 所以这个明明是齐楼 明明是行人跟观光客 跟我们本地游客游玩的空间 却变成大家敬相拜东西的一个地方 甚至有摆杂物 就是我就把街口路口当作我家的储藏室这样 那我觉得这都是对于基隆来说 这都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摆设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今天做一个示范热点 我们希望就是说庙口 我们慢慢来找一些地方 然后我们来进空这个环境 然后让大家来玩的时候 看起来干净整洁 然后也不会满地垃圾 那这个就是属于市容整洁的部分 所以小爱爸爸就是行人友善 干净家园市容整洁 我们都希望说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基隆 是一个很美好温暖 可是却又很干净的城市 而针对这段起楼进空的示范点 仁爱区公所张贴了多张公告 禁止停放车辆 涉滩营业或堆制物品 宣导期到3月19号 3月20号起将执行违法取缔 真的就是宣导宣导再宣导 因为有国外就是我们来看看纽约的案例 就是纽约的前交通运输局长 他就是将这个过时的街道空间 重新设计 重新校准 搭配新一代多元化的 大众运输选项的交流政策 没有想到令纽约这个Big Apple 这个大苹果变成更宜居 更适合人在行走的商店 没有想到整个房价都是飙升的 而且更有活力跟上 时代潮流的一级都市 所以我们可以反观成功的案例 来看看我们的基隆市 我们要请教两位一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这个旗楼进空的示范点 或者是运用在其他商圈 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方式 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是我在想 不管是庙口也好 或者是商圈也好 在那个地方 应该都是一个以人为主的 因为人要进去里面逛街 那逛街他就是看那个橱窗啊 或者是看你的商店啊 进去吃喝对不对 或买采购等等 那如果你在这个外面 可能挂着一些其他 根本就不是逛街人想要看到的 或者跟逛街的意愿是相抵触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对逛街的人来讲 他宁愿以后就不想来了 他可能来了一两次 甚至呢 他可能会 就像刚才市长有提到 就随手就丢垃圾 我们看到当那时候还没有进空的时候 在爱山路 尤其是在庙口附近商圈那个地方 每一条街每一个机车上面 实际上很容易的就找到垃圾 被人家挂垃圾 挂垃圾 对啊 有的时候就是一瓶矿泉水 有的时候就一袋垃圾就挂在那边 那甚至呢 有一些都是东西就坡在那里了 所以实际上对于这个 在那边停放的车辆也好 机车也好 实际上也是不好啦 等于说他们的机车是很容易被破坏的 我记得有一年 好像在那个庙口的彰化椅囊那附近 好像有一整排 我记得啦 不知道好像是 有一整排的那个机车 机车是被化的 真的啊 就是他的那个座位就用 被那个美工道化坏掉这样子 化过这样子 那有可能是行人觉得 你已经挡到我的 这个走路或广洁的那种 很不舒服 到底给不给人走的概念 对 甚至刚才我们看到VCR 也有看到有很多人讲说 我这样子的话 就不容易被人家挤来挤去 碰来碰去的 实际上我们从小是 就是在基隆长大 我们也看过 像说在地人 以前我们是会常常逛寺 逛那个庙口 可是后来为什么不要去了 太急了 就太急了 真的是太急 跟疫情没有关系 除了那疫情的那几年以外 为什么不想去 就是因为在那边真的挤来挤去 甚至你小孩子 我记得以前我那小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还弄一个绳子 就是绑在我的腰 然后小孩子就这样子 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我小孩子被挤散掉了 所以我就会带着那个 可是我大概就去了一次以后 就有点吓到我就不在了 甚至小孩子走一走 就撞到了机车 甚至有些人 他是他的脚被机车的 烫伤 就烫伤了 好多次 这个是非常多次 所以其实在那边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我不要走棋楼 即使下雨都不想再走棋楼 为什么 因为棋楼太不友善了 在那边已经太多次这样子了 到后来 尤其就是后来以后的 就不想再逛庙口 因为觉得那个地方 处处都是危机 然后处处真的都是垃圾 而且垃圾真的很多 所以呢 后来就觉得说 那个地方虽然说 是一个商圈 但是也不想去逛 可是呢 你现在如果真的就这样子 把那个在商圈的 骑楼进口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逛的人也舒服 也会想要再来 然后也没有危机感 对不对 就不会再有危机了 否则的话 当初如果你带小孩子 你怕小孩子撞到头 被烫到什么 大人都更容易被烫到 因为你经过嘛 尤其在那个时候 我记得他们当 烫到的情况 大部分都是 机车停下来没多久 那你想要从机车 跟机车的中间 的那个缝 对 机车跟机车的缝隙里面 走过去 然后就烫到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很不安全 那现在如果真的能够彻底的执行 我是觉得也要有一个习惯 让周遭的店家 或者一些市民朋友 或是来这边逛街的人 你就是把你的车子停在商圈以外 这样子其实走也没有多久 你就停在商圈以外 然后进来逛街 你舒服别人舒服 你安全别人也很安全 而且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 即使下雨我都很容易逛街 为什么 我不用淋雨嘛 我就直接走到那个 走到那旗楼 那以前我是旗楼都不想去 即使下雨我都不愿意 因为我觉得那边太危险了 然后还有人太多太急了 是这样子 是 可以看到 所以我很赞成这个政策 对 但是它就是现在商圈吧 如果不是那种密集的商圈 有这样的必要吗 如果它不是商圈的话 我觉得因为毕竟基隆人 他的习惯就是骑机车 一个家庭至少一辆 甚至有些是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都有一辆 因为它是代步的工具 而且我们基隆本身它不大 而且大部分都是小丘陵 小山丘 然后都是住在半山腰 像我们家也住在半山腰 如果没有机车代步 真的很不方便 像我们隔壁的邻居 六七十岁的阿姨们 他们还在骑机车 所以在骑机车 通常也都是放在家里 就是骑楼的前面 那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商圈 也不会有人走来走去 就是自己家里前面的话 我是觉得还是可以让出一条路 就是说一般的人行走的一条路 因为它不是逛街 然后一半就是让在地的居民 一半是人走 一半就是机车可以停 我是蛮建议这样子的 凯琳呢 说到这个七楼使用 真的除了机车摆放以外 还有一楼用户店家的一个摄摊摆置 这都是非常头痛的问题 说从机车停放好了 就刚才像美玲姐讲的 其实基隆多余 而且地小 人稠 所以大部分的家庭都很习惯 用机车来做代步 所以在基隆差不多三个人 每三个人就有一部机车 所以这样子换算下来 基隆将近有十万部机车 都在基隆这样子停留 然后到处行走的迹象 所以你说除非你有很适合的空间 停车场让它来停放这些机车 不然的话 这个有些地方像我们住宅区的话 你说找一个车位都找不到了 何况说设置一个机车停车场 给机车族来使用 这是更加困难的 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能够 我是非常希望说能够建立一个 我们自己地方自治条例 把这个规范能够设定出来 甚至说我们店家门口能不能涉滩 能不能涉滩的问题 譬如说商圈 现在商圈像我们六合 国家新城六合商圈好了 已经确定是商圈了 但是却是常常之前在摆设摄摊的时候 在骑楼摄摊 结果警察从整排这样子 整排开单 让人家不解 然后也不能摆摊 那商圈本来是如果有 我今天在门口摆摊的话 是不是可以放 留1.3公尺的这样子的宽度 给行人来行走 这样就是安全空间了 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地方自治条例能够这样子来建立下来的话 希望说可以哪些部分可以来摆放机车 而且它甚至连机车摆放的方向模式都应该要设定好 让我们机车组能够有所适应 能够来遵循这个方向来走 然后至少有1.3公尺的这一个宽度 让行人能够安全的 可以很方便的来通行 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净空 当然庙口净空这个部分 当然是我们都非常乐见的 但是在这个净空之后 是不是还要再思考一下 那我们之前一直在做的路平专案 齐楼下面你说你现在爱山路 庙口这个地方已经净空了 但是还是要行走的时候 还是要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它的那个都不平 不平之下你说我今天一个残障人士 我之前就有外县市的残障人士 特地来到基隆要来看来参观来庙口 结果从火车站一直到庙口 他要走将近1个钟头 因为他是用电动轮椅 结果这边走也不行 那边走也不行 真的是造成 他骑到马路上去 没错 所以如果既然有净空的话 那我们路平这个部分就要赶快来实施 所以凯婷在这边是希望说 我们能够赶快设置 齐楼停车及涉滩的一个地方 自制的一个条例 让我们能够有积可循 另外还要希望说能够路平的部分 赶快来落实 说到涉滩这一件事 我相信两位异座应该都处理过很多民众的不同心声 我们要请教美玲异座 就是在齐楼 其实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商圈 那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 因为他有的时候那个摊位 就是店家他要想要延伸出去 因为他认为说如果今天他没有把他的产品到外面去展示 很多他就不愿意进来 他甚至没有办法吸引他 所以他是希望说给他一点空间 像说90公分的那个长度 然后让他能够在他的自家的店门口 然后呢做一个展示 那他就可以吸引这个逛街的人呢 来进到他的店里来购买采购这样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那个齐楼的对面呢 如果你今天是没有停放汽机车嘛 那但是住址跟住址之间 他们就认为说 是不是还可以让人家来摆个摊 因为呢 这样子的话又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来 像实际上在这个一二路 他就是他的前头 他就是一个商圈就形象商圈 那他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前面我的店家 我可以大概几十公分出来 展示你店里面卖的东西 然后我的对面呢 也就是住址跟住址之间呢 我也可以让其他不同种类的 这个摊位来摆设 那就可以吸引很多 然后中间就流口走到 也不会影响到路人们 因为你住址跟住址之间 人家不会去走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觉得还蛮成功的 所以地方要形成共识 对一定要形成共识 就是说大家会有一个共识 就说我们都是这样做 那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检举来检举去 对啊 那如果说你刚好又有一个商圈 然后呢大家来会开 大家都有了共识 然后也都可以了 而且呢大家也不会说违反 像如果说你真的有些人说 我摆出来一点 可能左右邻居就会说不行喔 否则的话我们全部都会被取消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是还蛮 还蛮期待说大家可以有这样的共识 然后呢 这样子的商圈应该是会蛮成功的 所以就看到说 有一些商圈其实他们做得还不错 因为他们有等于说自主管理 而且自律 所以呢因为这样子 那不同种类的产品 然后吸引不同种类的人 然后所以就更多的人潮会聚齐 其实这样的商圈呢 它是会有发展的这个 前瞻系 它会有发展的机会 并且会越做越大 而且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所以我虽然还蛮赞成这样子 可是说到底 其实都是以人为本啊 这一件事情 要友善 然后要永续这一件事 那包括停机车也是 我相信你们也处理过 很多被检局的民众机车 是不是有案例要跟大家分享 说实在 在棋楼啊 如果说今天是这个商圈里面 那当然就是会被检局 可是有的时候就说 你就明明就在自己家里的前面 像我曾经就收到过 有一个曾经的民众 他就说很奇怪 我们家就在这边啊 我停在我们家前面 而且我也有留这么大的空间啊 为什么停了那么多年喔 一二十年 怎么突然间被开单 最近一直接单 对 那个时候是因为还没有公告 市政府没有公告 也就是所有的棋楼 依照规范是不行的 所以像我们就曾经 我们家那个附近啊 就曾经一整排被开单 那就依照那个派出所所讲的 一本喔 一本是开不够的喔 要换第二本 那你就知道多严重 而且检局的人就很奇怪 其实他并不是本地人 然后他可能就是外地人 他可能看不爽吧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或者是他违规 甚至我曾经看过有一个 他自己本身违规了 他来基隆 然后他违规了 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检局 到处检局 我觉得这个 这种是不是有一个可以防止的喔 你违规了 然后你就到处检局 那当然现在 我们市政府已经有一个公告 就是棋楼在某些部分呢 他在合理的规范 是可以停的 那因为现在就会比较少的 我也希望说 透过这个节目 可以告诉那些检局的人喔 其实我们现在的棋楼 有一些如果不是属于商圈 或者没有影响到交通行人进出的话 已经可以一半嘛 就是中间线 是可以停机车的 那就不要再乱检局了 不然真的很伤脑机 其实你检局 除了我们被检局的人 拿到单子很不高兴以外 其实警察会更为难 第一个 你警察不是以开单为目的 警察最主要他是在维持交通 他是维护治安 所以抓坏人维护治安 跟维持交通秩序 这个是他最基本的要物 他不是每天开单 对他们来讲最好都不要开单 他可以把全心全意的心力 就放在这个治安的维护 交通的维持上面 可是你一天到晚就要开单 尤其我们现在警察 警力不够 我们警察为什么警力不够 因为我们不是六都 我们没有首都加紧 然后我们警察 因为基隆又是很多大头 就是大官们很喜欢来的 所以特别多的特勤 就是一些勤务又特别的繁重 可是我们没有首都加紧 所以我们跟外县市 有的时候一比下来 每个月可以少2万多 对啊 就是加紧到最后 可以少2万多 对一个基隆人 如果他是当警察 他为什么不到双溪去 金山万里 那么轻松 他领的钱还比在基隆当警察还更多 而且他也不用每天一天到晚被骂 你开单也被骂 不开单也被骂 甚至开了单 或者是晚一点开单 还要被检举到督察室 然后呢 还要写报告 所以对基隆当警察来讲 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帮他 申请所谓的港督城市的家警 但是中央就是不愿意 所以我也真的很希望说 如果未来啊 我们的立法委员能够加油一点 帮我们的警察 申请一些加紧 我相信因为加紧 一跟隔壁的不要说什么 戏子就在隔壁而已啊 对不对 我在戏子上班很轻松啊 我每个月多礼仪2万 我何乐而不为 对不对 所以现在啊 我们普遍来讲 我们基隆啊 这个派出所的勤务都比较重一点 因为远警都没有补满 交通队也没补满 都没有补满啊 所以在这边顺便说一下啦 不好意思哦 要帮警察争取福利 真的要帮警察争取福利 然后也要大家要互相体谅啦 如果有时候你打个电话给派出所 或者是等110 因为他们有辖区嘛 你等个10分20分 甚至半个小时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那个警察没有 不是 他可能另外一个勤务还来不及 然后呢 有一个带班的又在 又在另外一边 然后呢里面只剩一个人 那个时候呢 他又不能够跑出去 放空城 我曾经来到警派出所的时候 我就曾经看过 讲了半天 然后都在处理了 然后只有他一个人 然后呢 又又有一件案子 然后我就跟他讲 不然我帮你守好了 他说不行不行 天啊 都还不晓得有这样的事 真的是这样子 好辛苦哦 没想到我们的基隆警察 是这么的辛苦 我没有想到请教凯林一舟 是不是也有民众有样的案例 因为真的是就像 有些人是为检局而检局的 停在自家的门口 机车停在自家的门口 骑楼之下 停在自家门口 结果还是会被检局 这个案例非常的多 但是所以 我为什么呼吁说 我们地方自治条例要赶快 能够订定这样子的标准 让我们有机可循 甚至是因为他 他为什么要检局 就是因为他也是被人家检举过了 报复过来以后 整排全部都检举 这样子的话造成真的是很困扰 所以之前议会里面就有议员也在提议倡导说 你如果要打1999 或者是要检举的话 一定要实名制 让我们能够知道说 你现在的癥结点是在哪边 为什么你会做这个检局动作 因为说实在的 我停在自家门口的话 我并没有去影响到别人的行走安全 我还是以人本安全为主 我停在最边边 而且真的是因为自家门口 我总不可能说随便乱停 停的不好看 我一定会停的整整齐齐的 所以这部分还是希望说 大家互相的能够多多配合 能停我们就尽量的 就是把它停放的整齐美观 然后记得要流通道 对 流通道是一定要的 而且我觉得1.3公尺的这一个部分 这一个宽度的话 应该是可以让我们行人 已经可以双向来行走 也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还是呼吁 我们的地方知识条例要赶快来建立 好 就是要再听在地的声音 那同样的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地方事务 我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中正区 中正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标 是我们的基隆塔 我们的旅翼座就亲自去体验找出缺失 来到中正公园通往基隆塔入口 墨字形造型的拱门相当的突兀 你看这个这么规格的话 按照规格 我的宽度是至少要160 它绝对没有160 为什么 我的高度是150 我这样打开的话 至少会有150 不仅大门宽度遭到市议员质疑 再往上走 沿线的排水沟 居然比路面还高 而阶梯上还留下钢筋及钢板 一不小心就会踩到 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的水沟怎么会这么高 你的阴景也这么高 那水是往低处流的 它会往高处吗 跟你讲 因为它水是这样下 它有四方 是各方向 只有垂直的雨才会到这里 是这一项的部分 它是往这边 然后这一项的部分 当然是让它圆等 因为原本 当时水保机是在设计的时候 它是说水都会影响到 此外 电梯下方的主结构 出现秀石的情况 阶梯台阶出现了高低差 都生锈了 完全生锈 还没有验收就完全生锈的 如果你要弄一个漂亮的钢板 可以 是不用 是不会生锈的 甚至你包覆了一层 包覆了一些透明的玻璃 或者是透明的板子也可以 让它漂亮一点 你看这个都生锈了 就是它展现那个 然后跟我们绿地这样 它很刻意让它锈死的 其实它把它当耐后钢 那它跟结构没有关系 它是耐后钢吗 因为里面是RC 类似 因为它是外面的钢模 它是类似 那它可以承受几年 尤其这么重 这是很重要 议员跟你们 RC还是在里面 它里面都是RC 它是外面的一个 一个装饰的一个包板 可是你认为这样子漂亮吗 金融新地标基隆塔 正在进行出验程序 但市议员呂美玲 接获民众反映 沿路的景观 工程设计 及排水设施出现了诸多的缺失 担心影响到行人安全 市议员呂美玲邀请了营造商 和独发处现场会刊 逐一提出了质疑 我们看了以后呢 包括有一些生锈的 还有排水的 居然它的排水沟 居然会高于地面 那你怎么排水呢 然后呢 还有它的高度 楼梯的高度 居然是倾斜的有一部分 然后呢 倾斜的话通常 我们老人家 或小朋友 他会试着扶着那个栏杆 但是那个栏杆 确实没有保护作用 所以很容易都被割到 那我也没看到就是说 从中叶池上来的这一排 它一整排居然是用铁板 铁板来覆盖做勾盖 那这个的话 在多余的基隆 它是很容易丝滑滑倒的 那滑倒下来的话 它又为了要把这个锅盖 在那个地面上固定 所以它用钢筋 那钢筋是搂弱的 甚至有一些螺丝帽 有一些钢筋没有处理好 那这些呢 都是非常的危险 除了是潜在的危险 我觉得是太过于明显 针对议员和民众提出的质疑 市政府督发处表示 目前工程还在出验阶段 将会整后和营造商研究改善 现在主理工程大部分都已经完成 那现在就是在做一些 就是出验的一些缺失的改善 那今天那个议员 所提出来的这些建议 我们会再做生意部的检讨 基隆塔总经费3.7亿元 108年开工 去年底完工 目前还在出验阶段 市议员呂美玲希望 市政府出验程序要确实 以免开放之后衍生出诸多的问题 我在想我们观众朋友 你刚才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缺失 但是基隆塔现在有一个影片在YouTube里面 都说基隆塔多美多棒 所以非常多甚至连国外我的朋友 都说他如果回台湾首先要看 要来参观基隆塔 然后中南部的朋友也打电话来说 什么时候带他们去看基隆塔 可是实际上基隆塔到现在 连出验都还没有过 然后他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那部影片 他真的是拍的比较虚一点 应该是说不是很真实 我们的基隆塔现在一定要告诉大家 还没有完工还没有完工 出验还没有过啦 所以他整体来讲 他是还没有开始可以使用 那过去那个所谓的剪彩 什么完工剪彩 实际上那时是先做 因为那个林市长要毕业了嘛 想说送给他一个毕业典礼 可是实际上他是真的还没有完成 那他非常多的缺失 我不要说什么 从那个他门口一进来 他做了一个那个门喔 其实那是多余的 他把道路占了三分之一 所以我说如果今天我们推个轮椅 你只能推轮椅这样子进去 你旁边没有人可以跟你说话 可是以前是我可以牵着小朋友的手 我甚至呢我父母亲可以牵着 都等于三个人到四个人可以行走 那现在变成说一个人到一个半这样子 也就是说进那个门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一个设计 那甚至那边的水沟还比那个地面还要高 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在想 然后他一直跟我讲水的流是怎么样流什么流 我就在想这个水一定是往低处流 不管你怎么样的驯服他 他不会听你的 尤其大雨冲刷下来的时候 他已经往低处流嘛 你怎么会去想到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水沟 所以我觉得那真的很不理想 那刚才大家也有看到 那一整片水沟尤其往这个中叶池 要就是等于往下面 往那个信二路那边 那个水沟是一整片全部都是铁的 那不是吓死人了吗 那一定会滑嘛 尤其我们多雨的城市 那一定会滑 那真的太危险 所以我说那你一定要改善 然后下面的钢筋也没有收好 那个揉落包括钢筋 包括有一些铁钉 他为了要把那个铁片跟那个水沟 铁片当水沟盖 要跟那个水沟的结构水泥结合 他也有钢筋 那钢筋居然还是揉落也没有收好 我觉得这种设计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啦 甚至我们看到到和家人那边还有什么 还有水沟他是把它铺 铺起来 那水沟后来都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多了一个水沟 这边已经有水沟了 你这边的水沟你不使用 然后你用这边的水沟 然后你这边的水沟 你是不是如果没有使用 你就把它堵塞嘛 你就全部给它塞满嘛 不是 他就把它上面随便铺 铺一层以后呢 那个水沟已经塌了 我们那天去会看的时候 那水沟已经塌了 我觉得很多啦 而且里面有太多的问题了 还包括有它那个整个的结构 跟另外一个水沟要连结的地方 它居然不让它流下来 所以那水沟后来是预塞 预计到上面 它说那是另外一个工程 结果没有连接 然后那边呢 就塞满了 塞爆了 塞爆以后就长青苔 然后那个水就停在那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设计啦 我是不知道说因为还有更里面说 你基隆塔怎么样的进来到 我们的祖谱坛或者到我们那个防空洞 我是不知道说那个里面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最重要的是 现在出院的时候 我希望我讲的一些 所有的那些的缺失 一定要好好的改善 然后要赶快跟大家宣布 我们基隆塔还没有开始可以使用 不要很多人来都是为了开基隆塔 我在这边真的要代替 很美好 对对对 要代替之前的市政府跟所有的 想要逛基隆塔的朋友们 应该是全世界了 要说对不起 因为真的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好 千万不要来 经过美玲姐的解说 我知道原来那么重要的地表 其实还没有好 还没有好 所以要提醒大家 经过那时候要小心一点 凯玲艺座呢 我们其实在安乐区做了很多事 尤其是在壮观里的部分 因为我们的壮观里的路 真的是大家都知道的 是全国最烂的一条道路 非常感谢我们自来水公司 在赤字之下把我们的水管换了 换了之后 也把我们的路坪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卖进路三项的部分 也很感谢建商也全部都铺好了 但是我希望 我还是要跟建议市府 能够赶快找出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来克服一些困难 因为在基隆市非常老旧的这些巷道 非常的多 但是这些巷道无法重新刨 因为都说是私有地 而不是继承巷道 但是这些道路却是实实在在让人家走了 让公众行人通行了三四十年的一条巷道 这样的部分 这个时候市府没有办法维护 然后要维护的话还是修补填补而已 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说市府能够多加努力 来找出一些可以来协助我们这已经成为 既有巷道的一些的法令法条 来克服这些困难 让基隆市这些破烂的一些巷道的道路 也能够让我们市府来维护维管 来整修 来整铺 这个道路的问题真的是人民最有感 对 在这边我想说 针对壮观里的道路 实际在中正区有非常多的类似这样的道路 也就是说建商在盖社区 或者是在盖建筑物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都有讲说 他们要自行设计一条道路 然后盖完了以后 他们这条道路是等于是说回馈给市政府的 但是呢市政府在过去的很多的市政府 等于建商走了以后这条道路都还没有 还没有回馈 就等于都还没有捐给市政府 所以就造成非常多的私人道路 在基隆市 那变成说社区的居民他们通行了非常多年 但是呢变成他还是属于私人用地 那私人用地那政府就没有办法进来嘛 进来跑铺啊或者是翻新啊 甚至也没有办法来修补 那现在是因为我们的规范里面 紧急的修补是可以啦 其他事还不行 所以或者是因为借鉴这样的话 是不是政府可以重新来探讨 过去一些建商应该该给的 该捐的要赶快捐回来 否则尤其如果是新的建筑物 你的道路如果是你自行射精 但是他已经是公公众未来 或者是现在未来都是要公公众使用的话 你就要马上捐 否则的话你的所谓的建筑性也是以你这个为主啊 你得了便宜你还卖乖 得了便宜卖乖以外的你还不愿意捐出来 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不仅是壮观台北的 壮观台北这个社区这一条路 其实在基隆市的新丰街 也有非常多这样的道路 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交通困境 为什么因为就只有他那条道路 可以连接那个社区 结果呢他是失色的 他失色的 对他没有给 没有还给市政府 市政府没有办法来接受 所以呢如果在那边乱停车 影响交通的时候 政府的公权力没有办法进去 也不能去开单 没有办法开单 甚至也没办法画红线 都不行 这个在中正区也非常多条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益座 带我们听到这么多地方的心声 我听到好多不知道的事情 那相信这些建议市府听到之后 就来监督市政 让我们基隆更好 谢谢两位益座 也谢谢电视节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